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这几天网上流传了一则新闻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被抓起来了 有人猜测或许不久之后就会拿下温家宝了 自拿下孙政才之后 这段时间以来政坛上确实是沉闷已久 百姓们也没什么大戏看 不免感觉到无聊 当局高调宣布拿下两个副省长 以为可以调剂一下气氛 其实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这副省长重其量也就是一个大个的苍蝇 不知一提 马上就要进入腊月了 如果能拿下温家宝 对百姓来说也算是个乐事 关于温家宝 坊间对他的评价可谓是毁于两极 有不少的人称赞温家宝 也有不少的人痛斥温家宝 这原本就是农闲的时候 留在家里闲话潮中大事 也算是消愁姐妹了 说起来拿下温家宝的传言已经存在很久了 那时习近平上台没多久 正酝酿着拿下周永康的时候 网上就有一本书 书名好像是下一个是温家宝 看来不少人都估算着 早就该拿下温家宝 孙政才落马后 又有人推测 此事或许是温家宝被拿下的前兆 据网上的消息 孙政才曾经竭力讨好温家宝 正是在温家宝的提携之下 农业专家孙政才才得以出任农业部长 因此有人认为习近平拿下孙政才 或许有震慑温家宝的意思 孙政才可能深受温家宝的欣赏和器重 但是在孙政才的仕途之上 是否都是温家宝在起作用 这个似乎还不能确定 网上还有孙政才什么四姓家奴的说法 在北京市任职期间 孙政才获得过贾姓林的起重 空降吉林省任省委书记 是令计划幕后运作 进入政治局 成为重庆市委书记 则是曾庆红在幕后操作 如此说来 孙政才是得到了不少中共大佬的帮助 几乎在江派团派太子党都获得了认可 其实从这些传言也可以看出 孙政才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派系属性 只是各个派系都认可他而已 身具高位 没有什么强大的根基 这或许正是孙政才落马的真正原因 当局后来给孙政才的罪名很是严重 什么政治隐患 什么野心家 还有更夸张的说法 孙政才每天都在觅食里拜龙袍 听到这个 不禁让我想起一个聊斋故事 小翠 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 《惊变》 那里边小翠的扮演者 就是后来电视剧《西游记》里 扮演猪八戒媳妇的那个女演员 而里边的那个傻儿子 袁峰的扮演者 刚好也在电视剧里扮演了唐僧 这个故事最有趣的一个情节就是 小翠为了给企图陷害他家的政敌 设一个圈套 让那个吃傻儿穿龙袍 带刘勉做游戏 果然这个政敌见到之后 立刻跑到皇帝那里去举报 好在那个皇帝还比较聪明 把吃傻儿子的道具拿来看了一下 发现龙袍只是旧黄木包袱皮儿改的 皇冠也是高粱淑解杆做的 我们不知道 孙政才拜的那个龙袍是什么做的 只是这回角色好像变了 皇帝变成了吃傻儿 网上还传出什么孙政才阴谋政变之类的说法 而且温家宝因此可能也被调查 是否牵扯其中等等等等 孙政才是不是野心家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光有野心是不够的 必须还得有实力 如果孙政才做过国防部长 公安部长 搞政变 或许也有点影子 单单凭借孙政才只做过个农业部长 吉林省委书记 重庆市委书记 这个资历 孙政才有什么本钱 敢搞政变 孙政才涉及政变 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温家宝就更不可能牵扯到 帮助孙政才搞政变 何况温家宝在他名声最旺的时候 军方都不买他的账 一个退了休的总理 就更没有可能性去影响强力部门了 胡温时期 胡锦涛本人就是一个弱主 温家宝更是一个弱势总理 温家宝这个总理的职位究竟有何权责 却并不是一个能轻易说清楚的问题 当时常委人数增加到了九个 总理这个角色变得无足轻重 横向他管不了强力部门 纵向他管不了地方大员 就像是丫鬟拿钥匙 当家不做主 尽管后来温家宝很高调 但是丝毫都不能改变他弱势总理的地位 或许那种高调只是自我保护的一个手法而已 胡温十年 温家宝到过四南矿工的家里 然而矿难却依然如故 温家宝到过地震后学校的废墟上 安慰瓦利下的孩子 然而豆腐炸工程依然如故 温家宝谴责过企业家缺少道德的血液 然而有毒食品依然如故 温家宝多次控制房价 然而房价一次高过一次 温家宝多次关心过环境保护 然而空气一天脏过一天 就在温家宝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2012年的3月14日 温家宝在中国两会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说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富恶的老马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 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 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这听起来还真就像一只老马的哀鸣 温家宝早就说过风雨不倒 至死方休这样的话 其实已经透露出了他的心境 温家宝还说 我秉承苟立国家生死以亲或服务必屈之 这样的信念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 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 心血和精力 知我罪我其为春秋 对于温家宝仰望星空的道德姿态 以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这还是应当肯定的 在这个世道说人话自然比说鬼话要好 说明白话自然要比说混账话要好 只是政治人物的人格一旦被质疑 无论他的辞早如何感人 他的说服力就大大降低了 应该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温家宝并没有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做过什么 更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产 就在中共召开十八大的前夕 也就是温家宝担任政治局常委 即将攻城身退的时候 美国纽约时报于2012年10月25日 大篇幅发布了温家宝家族成员拥有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 成为引发世界各界轰动的事件 在温家宝任总理的最后时刻 在中国百姓深切痛恨贫富不均的时候 温家宝家族的巨额财富不幸被曝光了 在空气成了中国百姓唯一可以自由享受的东西的时候 令人恐怖的雾霾赶巧而来了 这一切都来得太不是时候 让温家宝十年的描绘功败垂成 温家宝十年的辛苦有可能完全复制东流啊 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情况做了深入的调查 消息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单单凭借纽约时报的几个记者 自然是无法获得这样的消息的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共内部的有关人员的帮助 纽约时报再深通广大恐怕也搞不到那些材料 比如温家宝母亲的身份证的复印件 可以说温家宝家族的财富被曝光 可能涉及中共内部的权斗 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报道后不久 2012年的年底 美国彭博新闻社又大幅度报道了 中共八大家族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和他们显赫的权势和财富 通过后来的巴拿马文件 天堂文件 我们可以知道 中共权贵的家族 几乎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 那么温家宝该不该被拿下 当然应该 但是习近平会不会拿下温家宝呢 恐怕也难 第一 温家宝对习近平并无危害 当今中国政坛并没有理念之争 只有利害之争 没有反腐斗争 只有权力斗争 习近平拿下了薄熙来周永康 绝不是因为他们贪腐 更不是因为他们极左或者极右 而是因为他们有野心 有实力 孙政才虽然没有实力 却有年龄优势 他在龙踏之侧酣睡 让习近平感到了威胁 温家宝能被三个总书记接受 很大程度上是此人没有野心 而且在拿下薄熙来的问题上 温家宝又高调的支持了新的总书记 习近平 当然 习近平知道温家宝对他没有威胁 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不会利用 温家宝的剩余价值 假如能够利用抓捕温云松 给其他豪门权贵做个示范 特别是给那些商业巨子们做个示范 这也未尝不可 不过可以想象 即便是习近平真的抓了温云松 也不会严厉处置 第二 虽说温家宝十年总理政绩不佳 但是温家宝十年的辛辛苦苦 毕竟为中共重新塑造了一个秦政的贤相形象 实际成为伟大和光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于当局的新闻封锁 绝大多数百姓未必知道 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问题 可温家宝所表现出的文文尔雅 博学多才 勤政爱民的那个形象 可能已经在不少百姓那里留下了印象 相比那些酒囊饭袋麻木不仁的家伙 温家宝毕竟还是中共民望比较高的领导人 自赵紫阳之后 李鹏的无能无耻 朱镕基的傲慢冷血 李克强的庸庸碌碌 一路看来 温家宝可能还是其中名声比较好的一个总理 温家宝家族可能不是最富有的家族 温家宝也不是第一个被国际媒体公开披露 其家族巨额财富的中共领导人 事实上 彭博新闻社在2012年的6月29日就刊出过文章 习近平的百万富翁关系揭露精英财富 比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家族财富还要早四个月 无疑 习近平应该是第一个被国际媒体揭露其家族财富的高官 而且是在习近平即将上位的关键时刻 我们无法想象习近平对此有多愤怒多仇恨 后来国际媒体对中共家族财富的报道 习近平基本上都是置之不理 这种对国际媒体揭露贪腐不欲理睬的做法 中共尤其理性的考虑 恐怕也有强续的因素 或许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揭露 反而会让温家宝在习近平那里获得一点好感 有点难兄难弟同病相怜的意思 由此我们多少就可以理解 在习近平高调反腐的同时 纽约时报三度爆料温家宝家族的财产问题 温家宝一直窥然不动的原因 对于习近平而言 他反腐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习近平如果反腐反到了中共政府的总理 特别是在民间民望还不错的 温家宝的头上 这不仅无助于他地位的巩固 反而可能会破坏整个中共的形象 估计习近平还不至于想不到这一点 去干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总之从各个方面分析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习近平不大可能对温家宝下手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